来自新加坡朱氏工会20人的访问团 在台湾朱氏中青会10多人的陪同下 4月21号走访了桃园市议会 议长邱逸社热情地接待着30多人的访问团 他表示欢迎并感谢他们的到访 并且亲切地与团员们一一合影留念 新加坡访问团团团长朱耀群表示 团员们苦等了800多天 终于可以踏上充满中华文化的宝岛台湾 来台湾交流能够向台湾学习 尤其我们中青会怎样把这些 我们朱家的一些文化 怎样灌输到我们的后代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特别代表桃园市议会 欢迎来自于新加坡的朱氏中青会 中青的这个情谊 并没有因为他长期这个礼居在新加坡 而去影响到对中青的一个认同 那我想中华民族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文化 中青会在这个整个文化的演变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从这次我们来自新加坡的朱氏中青会 来到台湾跟我们台湾的朱氏中青会的一个联谊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中青的这个情谊 是胜过一切 并没有因为国界的关系而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联谊 团员们在市议会工作人员亲切的引导下 走进了议会现场 并亲自体验站到讲台的感受 当然免不了还是要合影留下这满满难得的回忆 杜世忠一位 杖 每天电视 袁慧欣张旭 在桃园的采访报道